吉安乡盛南宫四号上午捐赠白米给吉安乡 由吉安乡境内六个村的村长前来感谢盛南宫长年关怀乡内弱势家庭 同时会把盛南宫的爱心转赠给乡内的众地收入户 花连线吉安乡盛南宫在农历的前夕 信众们并且自发现在来捐赠白米 十号上午并且捐赠给吉安乡境内六个村的村长 来做好关怀如此的活动 吉安乡盛南宫主任委员先生表示 有敢于妈祖慈悲的心 对吉安乡境内的中低收入户的关怀是不间断的 加上信徒相关支持公庙散布爱心的活动 让关怀力量能够发光发亮 开村的前夕 那我想这个盛南宫也是每年固定的时间 来做这个白米的发放 那今年也是不例外 那特别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六个村长 那特别请这个六个村长来帮忙这个协助 发给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个需要的人 还有这个这个弱势的部分 那希望这个把这个妈祖的爱都能够传出去 那新逢这个过年的前夕 那我们圣南宫这次也特别有请到了这个台南正统路 我们圣母庙的文管三妈 也是派任太平洋的大使妈祖 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所有的信众大德 能够在这个过年的期间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个 还有这个过这个平安桥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那也欢迎各位 丽临这个圣南宫 在这个南海市街102号 吉安湘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制表示 宫苗一年当中有三次伴侣 捐赠白米给吉安湘基内的弱势家庭 并且委由村长来转发进行发放 在努力的前夕 这番小小的爱心能够转为力量 让妈祖的关怀心能够发光发亮 圣南宫妈祖 赞赞赞 鸡子的鸡红一天想不到